《杜月生的赌场被炸》 《杜月生的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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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军政商都有他认识的人 而且就是最底层的人 他都以礼相待 所以有着很大的势力 我们都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 只要是有人混得好了 那么总会有人极度眼红 杜月生自然也不例外 《杜月生》还没有怎么打出名气的时候 开了一家赌房 这个赌房的生意非常的好 因此有一些小势力开始蠢蠢欲动 后来一个叫三合会的看不过去 直接就去杜月生的赌房捣乱 杜月生本来也没想怎么样 毕竟都是混生活的 但是没想到 他们居然炸了他的赌房 杜月生自然也不是好惹的 不动你并不代表叛逆 所以杜月生也是非常老的 直接说了三个字评了他 因此 这个不入流的帮派就从上海滩消失着 而且杜月生的做法显然让上海滩震动 第二天 上海滩的街头就出现了三合会老大们的头颅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 没有人敢惹杜月生 所以他也成为了上海滩的地下 狂帝 不过在抗日战争时期 杜月生是非常爱国的 不但炸毁了所有船只不让日本人用 而且还捐献了一百二十架飞机 更是为了不成为日本人的汉奸 所以去了香港生活 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帮助了八路军 而被老蒋寄战 所以最终上海滩没有了他的位置 在香港度过晚年 想知道更多历史故事点击关注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forced unseen过来一定 可回了